这项活动报名的人很踊跃 目前也有200多人报名参加 但是也有已经报名的民众 担心活动举办日时 会遇到下雨来搅局 所以昨晚急忙跑到主办单位取消报名 为了消除民众的疑虑 主办单位今天特别强调 活动一定会照常举行 请民众抱着满心欢喜的期待心情 迎接活动日的到来 以天气的报告来讲 我们评估是不会受天气影响 如果像猫猫鱼或者小的鱼 我们是会照常去寻 如果是大的鱼来讲 我们有电话就会临时通知他聚焦 主办单位已有各项因应作为 相信不会影响活动举行 走读阿侯城巷口寻宝探索活动 是由屏东县绿色生活协进会 屏东单车肉脚团 以及邱明庄议员服务处 共同举办的 目的是希望让民众更深入了解屏东市 欣赏屏东市之美 并且透过单车运动 增进身体健康 整个活动的内容就是以屏东市 我们大概有 亲子组的修宣组有八个点 成年组的有四个点 就是来探讨屏东的各个地标 或者育儿骨骑之类的 主办单位表示 很多土生土长的屏东人 对于阿侯城的印象 只有朝阳门上的碑文 很多景点也只剩下模糊的景象 不过现在万年西整治 让屏东市变美了 也增加了许多景点 希望透过活动 邀请民众深度地认识阿侯城 我们举办这个的重要目的就是 让屏东人更认识屏东 继续探讨区的脚踏车去探讨屏东的文化 主办单位特别设计了10个景点关卡 参加者只要拿着寻宝图 依照图上的景点照以及提示 探索出正确的位置以及地点名称 并且顺利找到10个景点之后 就可以获得摸彩券 最大奖势高级自行车 活动日期为5月26号星期天 目前还有名额可以接受报名 有兴趣的可以洽现议员邱命章的服务处 电话是733-2829 或是成绩旗帜 电话738-8017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透过单车漫游屏东市 重新认识一下自己生活的地方 也慢慢地来欣赏生活周边的美 屏东新闻菜类药唐新贵采方报道